OK各位同学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题目来巩固我们的整齐变形这个结论 那同时这个结论通过前面的题目大家会发现 那我记不仅有正正用对吧 从边比得到面积比同时利用从面积比得到边比也要很熟练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小题 如图在一个角MON的两边 分别有ACE和BDF这六个三角六个点 并且呢我们知道三角形OAB 三角形ABC 三角形BCD 和三角形CDE 以及三角形DEF 这五个三角形的面积啊都等于1 让我们求三角形DCF 也就图当中这个因应三角形的面积应该是多少呢 好那么对于这套题目来讲 又是一个让我们求图形面积的题目 又是给了一堆三角形的面积 然后让我们求一个新的三角形的面积 那自然我又得去找 这就是这个三角形跟已经知道面积的图形之间的面积关系 而还是那句话 想要知道三角形之间的面积关系 我们最重要的帮手当然就是等级比例 那也就意味着 我也得先去讲一下对应的边的比例关系 好那在这里面同样的 我们要求的DCF 那首先我得先找它跟哪一个三角形 可以具有对应的比例关系 对吧 也就是它跟哪一个三角形的面积 可以转化成哪两条边的比 而在这里自然要去找到的是等高 或者是等级的模型 那当然了 在前面的题目当中 或者同学们平时的训练 应该能够感受得出来 我们在考察当中啊 等高这个结论要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它是要比等级多很多很多的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基本上跟等级变形 或者能用等级变形来解的题目 99.9999%都是用等高这个结论来解决的 所以我们一般在来做题的时候 肯定优先考虑是去找等高这样的三角形 那么DCF会跟哪一个造型具有等高的关系呢 那经过我们的寻找 我们发现三角形 DCF 好吧我们去来这边啊 三角形DCF 和三角形ODC 这两个造型是具有等高的关系的 DCF这个造型和ODC这个造型 这两个造型是具有等高的关系的 那就是DCF和ODC这两个造型 分别以DF和OD为底边 那么高就是从C点出发 做的同一条高了 那所以这两个造型的面积比 就应该等于的是DF和OD的比 就应该等于的是DF和OD的比 所以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要得到这两条边的比例关系 那同样的在这个题目当中 我想能够得到两条边的比例关系 又得把它转化成对应的两个之道面积的三角形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OD和DF这两条边 还能够对应的是哪两个具有等高关系的三角形的底边呢 我们发现还是能找得到的 那就是三角形 我们看一下DF除了是DCF的底边之外 还是DEF这个三角形的底边 而同样我们的OD除了是ODC这个三角形的底边之外 还是ODE这个三角形的底边 还是ODE这个三角形的底边 好了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能够得到 这个地方应该是DEF 今天咱们这笔又列为出了点小状况 太不给面了 对吧 好来那我们会发现 我们最终要求的这个应应三角形DCF 跟我们的ODC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可以转化成DF和OD的比 而同时DF和OD的比 又可以转化成DEF和ODE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 DEF和ODE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 而很明显OGE的面积四个1 而DEF的面积是1 所以这两条边的比就应该是4比1 那自然应应跟OGC OGC的面积是3 所以应应和3的这个面积比也是1比4 自然DFC这个应应三角形的面积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能够顺利的解出来了 所以这个题还是一个 把边比和面积比正用应用都放在一起 来进行考察的题型 好了那同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套题的解析过程和答案吧 好那在这里面我们根据提议 可以能够得到OD和DF的比应该等于OED和DEF 它们俩的面积比应该等于4比1 所以DF是OD的四分之一 自然我们就可以能够得到DCF 就是OCD这个三角形面积的四分之一 所以最终算完的结果 那就是3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四分之三了 那么对于这道题目来讲 就希望同学们要注意 我们的等级变形当中的这个结论 主要研究的就是边比和面积比的关系 而在这里面我们的正用和利用 就是从边比得面积比 或者是从边际比得到边比 对于同学来讲 一定都要非常的熟悉了